在黎巴嫩上空等待指令轰炸 此时一军又发现敌防无人机成功击落 这是周日 以色列军队100架战机 对真主党先发制人的一波空袭 军方表示 因为他们侦测到 真主党要发起大规模攻击 真主党随后发射 320枚火箭炮与无人机回击 并声称击中11个军事目标 包含一座以色列境内的情报基地 还飞了有110公里远 是目前最深入的攻击 美国CIA评估 真主党至少有15万枚 飞弹于火箭炮 一旦穿透铁穹防御 打到人口密集区 后果不堪设想 周末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机场 就有大量航班 为了以防万一取消或延期 德国旱沙航空 甚至宣布从周五 就停飞贝鲁特航线 直到9月30号 以色列和真主党都放话 这件事没完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 现在也宣布展开中东访问行程 与盟友商讨对策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国期间还有关注的这个话题 这是法国警方抓了社群APP Telegram的创办人 这名富翁他叫做杜洛夫 现在被警方指控 诈欺洗钱 年仅39岁 被封为俄罗斯版马斯克的 亿万富豪杜洛夫 是社群网站Telegram的创办人 现在却无预警遭到法国 反诈骗办公室给逮捕 杜洛夫年轻多金 但是作风神秘鲜少露面 他所创办的Telegram 在全球有9亿活药用户 现在被法国指控 平台监管措施不足 导致洗钱诈欺等犯罪猖獗 但是Telegram也发声明反驳 表示平台遵守欧盟法律 而且杜洛夫 所作所为毫无隐瞒 俄罗斯更指控 这是政治迫害 批评法国 对俄罗斯的抗议 已读不回 俄罗斯议员反批法国 所说的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怀疑这一切都是 针对俄罗斯的政治报复 在进行言论管控的俄罗斯 议员却批评法国逮捕杜洛夫 代表欧洲言论自由已死 而马斯克也在X平台上 连发三次法文的自由一词 似乎就是在声援杜洛夫 希望法国尽速将他给释放 但由于目前调查还在进行中 有可能转交检查机关 或是延长拘留 势必又会让法厄之间外交紧张 再次升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 今天的恶物战情室 我们有个最新的消息 插播提供给您 说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多次传出了爆炸声 很可能是击中了电力设备 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攻击 而且基辅市长也证实了 说现在有部分地区已经断电 那么俄军也轰炸记者在 乌东地区下榻的饭店 现在已经有名路透社的记者 不幸丧命 所以接下来就要请教佳琪了 战地记者用生命来换取真相 目前有一些最新的统计 交给你 好 我们带大家来看 乌尔战争持续交火当中 不过现在罗斯的攻势 似乎也让一名路透团队的成员 因此而丧生 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 在乌东的盾内刺客州 其中的克拉莫托斯克这个地方 家里有一个饭店 遭受到了俄军的攻击 那么俄军使用的是 伊斯坎德M弹道飞弹攻击 造成了路透采访团队 刚好入住在这个酒店 一死二伤 另外两名民众也无辜遭受到波及 那么路透社对于这样子的报道 是说了 连难者确认旧社来自于 英国的安全顾问伊凡斯 那么这个伊凡斯 他其实是38岁 那么他过去是一名军人 现在已经是一名退伍军人了 2022年开始跟路透开始合作 他包括已经前往到第一线 像是乌克兰 以色列 甚至到巴黎奥运去 那么现在发生了这样的汗事 路透社就说向他的家人 据上最深切的哀悼与思念 但是俄罗斯这个时候他怎么说呢 俄罗斯说他们目标是 乌军跟佣兵基地 并不是刻意针对 所谓的平民跟记者 所以应该是有所误会 但是乌克兰当然不相信了 他说你要想想你攻击的 就是在顿内刺客州 乌东的一间普通饭店 那你就知道这普通的饭店里面 一定会有平民 而且这样的攻击 非常具有目的性 但是乌克兰对于整起事件 还是表达相对的哀悼 还要请教佳琪的 就是乌军的战略 那么这一次大家都知道 反攻进入到了俄罗斯 甚至说无人机的机队 要锁定莫斯科来攻击 你得了解 没有错 现在的乌克兰攻势 也是相当激烈 我们要将大家来看到的是 其实在现在 无人机就成为最大的攻击武器了 那么现在乌克兰 他们不断的攻击 俄罗斯的国防部也统计 至少有45架的乌军无人机 被拦截跟击落 包括了飞到了他们的首都 莫斯科上空就有11架 那么在俄罗斯西南边境 像是布良斯克有23架 比尔哥罗德6架 库斯克2架 卡卢加也有3架 那么甚至在摩尔曼斯克 也有发现数架无人机的踪影 但他们觉得这个地点相当的敏感 因为这个乌克兰攻击的地方 是俄国最大的航空枢纽 也就是所谓的 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 而且他们发现攻击的目标 是俄军的战略轰炸机使用机场 所以他们认为 其实这个目的是相当的明显 但是目前有没有造成 相关的损伤或者是伤亡 目前都没有这样子的报告来显示 倒是俄罗斯 现在的莫斯科市长 索比亚宁就说了 的确 最近的乌军的攻势 是有史以来 乌克兰对俄罗斯首都发动的 最大规模攻击 无人机的袭击之一 不难看出最近的乌军攻势 也让俄罗斯开始 有了一些压力 好听 好 那么还要请教佳琪 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制裁 这一回大家想要了解说 在经济制裁方面 还有包括在个人性的制裁 美国是否又有一些新的对策 我们都知道美国一向都是 乌克兰最好的朋友 那么当然了 现在还是要持续力挺乌克兰到底 尤其是美国现在又更做出了 新一波的制裁 是针对于军工业的部分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我们等你来看到 美国财政部 还有美国的国务院 甚至美国的商务部 针对近400名的个人 跟公司实施全面性的制裁 包含了哪些 包含了60家的俄罗斯 国防级科技公司 因为这关于 俄罗斯国防工业的维持跟发展 当然还有产品跟服务了 因为他们认为 这是让俄罗斯能够持续侵略 乌克兰的原因 尤其是他们还会规避制裁 所以美国现在当然要出手了 像是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 他就讲到了 俄罗斯已经把经济变成了一个 军工复合体的服务工具 所以现在美国的商务部也有行动了 他们说他们接下来要积极的行动 进一步来限制 限制哪些呢 包括有美国制造 或者是美国制造标签的产品 供应给俄罗斯 还有俄罗斯的好朋友白俄罗斯 希望透过这样的手段 可以降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 不过到底有没有用呢 恐怕要等制裁之后才会知道结果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国际资讯 不乏扫一扫QR Code 帮你更新最新的国际资讯 非常谢谢佳琴 那么再来看到美选现在倒数计时了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将在明天访问大陆 现在传出中美双方再替拜习会来铺路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将于27至29号访问中国大陆 这是他首次访华 也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时隔8年再次访华 台湾问题再度成为交涉重点 中方将重点就台湾问题 发展权力以及中国战略安全等 表达严重关切 阐明严正立场 提出严肃要求 美方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大陆外交部表示 将就中美关系 敏感问题 以及重大国际和区域重要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也都有报道说 沙利文和王毅 有可能为美国总统拜登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年稍后的中美原首会不铺路 捧一声 中飞两船25号再度相撞 菲律宾指控大陆海警船 故意撞向前往仙兵暗杀 进行人道运捕的3002号船 大陆还发射水柱 这是近一周以来 中飞船只再次发生冲突 大陆外交部表示 将向苏利文表达中方立场 本地区国家完全有信心 有智慧 有能力处理好南海问题 域外国家不要做挑动对抗 加剧紧张的事情 然而苏利文放华前夕 美国再度出手 将39家涉及支持俄罗斯的大陆公司 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这些公司中绝大部分是位于香港或深圳的贸易公司 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 阻害国际间正常经贸往来 苏利文在美国总统大学前访华 专家分析 华府希望再度寻求控管美中紧张局势 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误判 TVBS新闻 肖明镇 蔡宜杰综合报导 整人都进去杀人摸 自己烤 而且很好吃 蛤蜊会喷鸡 香港直送蛤蜊的纤维 今天整个发在面上面